沙木,一个1999年SEGA为旗下主机Dreamcast打造的作品 开放世界游戏的先驱者,GTA和如龙的祖先 虽然这样的旷世巨作因为生不逢时 为能如常所愿达到世家的销售预期 Dreamcast也在沙木推出的两年后,退出家用机市场 但沙木给玩家留下的影响力是巨大且深远的 沙木的大部分玩家,包括我,都在90年代 被这个以1986年的横须鹤为背景 自由度极高的游戏,深深吸引 而我,为了体验沙木中的横须鹤到底有多真实 亲身来到横须鹤,还原沙木中的男主角八月亮 在前往香港寻找杀父仇人前 在出生地横须鹤经历的点点滴滴 在进入真实的横须鹤之前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沙木在那个年代有多厉害 大家可以参照以下的对比 这是现在的开放世界老大GTA在1999年的游戏表现 这是沙木的游戏表现 另外,这是1999年的沙木打造出的横须鹤 这是现实的横须鹤 要说起沙木一 世家当年的御用游戏制作人林沐浴调动50亿美金 让游戏尽可能地还原横须鹤这个地方 但为什么选择横须鹤呢? 不了解横须鹤的人应该也有听说过 横须鹤是军港都市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司令部就设立在这里 另外,日本被迫开国门 也是从美国海军将领Matthew Perry进入横须鹤开始的 俗称黑船事件 目前,横须鹤再驻美国人 据估计有3万人左右 所以到了横须鹤 你也许会感觉这个城市有些违和感 为什么大街上时常能看到疑似美国人的老外 你在日本我也算老外 为什么这么多美式餐厅 为什么租房广告上显得全是英文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美国国旗 甚至很多店还收美元 来到这里,你不仅能感受到横须鹤作为日本城市的河风 还能体验到很多亚洲城市没有的美国风 而沙漠中一开场就是良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 被中国黑帮赤油门的高级干部兰蒂一掌夺走性命 为了复仇以及探寻父亲被杀背后的真相 良在横须鹤走街串巷 问遍了横须鹤的居民 寻找线索 从而得知横须鹤的一个在地美国帮派 与兰蒂所属的赤油门有着密切关联 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下 选择横须鹤这样既和风又美式的城市作为背景 就显得非常合理 霍尔良发现兰蒂其实也是为了给自己的父亲报仇 才杀死自己的父亲 诶 八月家游戏里的大本营 父亲经营的舞蹈馆 也是父亲去世的地方 在父亲出世以后为了尽快整理线索 玩家陪着梁在家里翻箱倒柜 打开一个又一个的抽屉翻阅一个又一个的画卷 这在当时的游戏界里是一件多么震撼的事情 毕竟那个时候连日系RPG剧作最终幻想8的背景建模都只是2D而已 而梁的家是专门请了建筑公司精心设计过的 房间设置 房间摆设 色调等等 你甚至可以在梁的客厅打电动 梁说好的复仇呢 而根据游戏画面 我能在现实中的横须鹤找到比较类似的建筑 就是这个梁长院 作为武馆 梁的家自然是偏日式且庄严气派的 而这个寺院的建筑风格以及地理位置 恰好很符合游戏里想呈现的风格 也符合梁所住的地段 梁长院1648年创建 至今已有接近400年历史 每一处都透露出历史的气息 虽然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寺庙里会有阎王 我真的找了好久的资料都不理解 有了解的日本迷欢迎在留言区告诉大家吧 从家里出来梁顺着山之类经过道河神社 看到一个小女孩正在照顾一只小小的流浪猫 梁走上前去询问才知道 原来流浪猫的妈妈在前几天被一辆大黑车撞倒了 从此小流浪猫变成了孤儿 而那辆黑车正是兰蒂在事发当天乘坐的车 梁在庆幸寻找到线索之余 也感慨自己和这只小猫一样成为孤儿了 来到现实中的山之类道河神社 邹访大神社 面积比游戏中大上不少 楼梯也超乎想象的多 好累 邹访大神社建立于1380年 1606年被尊为农渔业的守护神社 是深受附近军民喜爱的神社 而这里也立了一块牌子 写的是禁止美军工作人员进入 颇有深意啊 现实中的神社比游戏中更气派一些 可探索的范围也更大 两个石狮子在游戏中 却被弄成了像老鼠一样的东西 还有点可爱呢 至于猫咪 五年前落来的时候 确实是见到过野猫的 但这次来没有遇到 有点可惜 斗布一搭 游戏和现实都叫这个名字 是美国海军基地前的商业街 也是横须鹤最出名的商业街 这里最初是美国海军的购物中心 如今已成为年轻人喜欢的购物街 遍布着服装店 比如著名的横须鹤外套 以及美式餐馆和酒吧 这条街上的不少商家是收美金结账的 是说到底有多少美国人啊 来到德布一搭真的会让我产生一种认知错乱 我到底是在游戏世界里 还是在现实世界里 游戏中的德布一搭是粮和居民互动最多的 也是最大的区域 就让我们一个个商店来看看吧 首先来到这个游戏中不起眼的Funny Bear汉堡 它可是取材自现实生活中的人气汉堡店Gallery Honeybee哦 Honeybee成立于1968年 初代店主曾经是驻日美军的食堂厨师 经营这个汉堡店是为了让这里的饮食成为战后 日本人和美军恢复良好关系的桥梁 能不能成为桥梁 食物才是关键 所以我来替梁尝了一下 毕竟梁在游戏中只有问线索才会来这里 真是没礼貌 我点了一个最普通的hamburger 加500烟可以配饮料和薯条 我不得不承认 这是我吃过的汉堡之中最 好吃的 汉堡肉超 Juicy耶 里面的生菜和番茄 我跟你讲 吃得出来的新鲜 搭配在一起连蔬菜都变得好美味 最让我惊喜的是啊 这个面包 它居然松软之余 还带着一点点脆 最惊喜的是前几个月 林沐玉老师也来这里了 她来到这个自己曾经借鉴过的店 吃了一个和我一样的套餐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来到商业街跑到花店很奇怪 但接下来我要介绍女主角了 哦 最后 游戏中的花店是一代中的女主角 袁祁旺外婆的店 袁祁旺呢 每天放学就帮婆婆看店 现实中的花店是这样的 这是1933年创立的花店 很简约 也能明显看出来 游戏里的花店 是真的有在用心还原这个场景的 袁祁旺 梁的高中同班同学 暗恋梁的女生 因为梁在父亲事件后 一直不去学校而担心 虽然没有表白 但我想旺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 梁不至于不知道啊 只是碍于他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复仇 所以没有办法回应旺的心意 而旺自己呢 也即将要回到父母再住的加拿大 对于梁的行为呢 我只能引用他们同班同学的一句话 那就是 没有想到的是啊 林牧宇老师也来到这个花店 圣地巡礼了 自己来到自己设计的游戏 进行圣地巡礼 还真是奇妙啊 游戏里的酒吧 是梁经常与人发生冲突的地方 毕竟1986年的横须和鱼龙混杂 但为了收集情报 又不得不从酒吧下手 那有些老外看到梁 这个18岁的小朋友来到酒吧 当然免不得要嘲讽 这个小屁孩一下咯 但没想到啊 这个18岁的小屁孩 武功这么了得 实际上呢 酒吧 尤其是偏西式的酒吧呢 毫无疑问是美军购物街 Dobuida的重要组成部分 晚上来到这里 也确实能感受到 游戏里打造出的 夜晚的灯红酒绿 但因为我是一个人拍摄的 所以我不敢进酒吧里面拍摄 这种行为有可能会引起 个人的反感 我是怕被打的OK 所以我主要在外面拍摄了一下 给大家感受一下 都不一当的酒吧的氛围 和游戏的共同点吧 作为美国海军基地正门前的购物街 军用品自然是少不了的 说是军用品 其实主要是以迷惨系列的服饰居多 而军用品店里也通常伴随着贩卖 横须贺外套 为什么这类外套会不用地名命名呢 还是归结于横须贺的地理特殊性 横须贺曾经生产各种类型的刺绣绸缎制品 所以战后有些美国士兵 回美国老家的时候 会把自己的军用外套 拿去加上一些日本元素的刺绣 于是后来就演变成像现在这样的风靡全球的款式 游戏中常见的军用品包括 Kurita 这个老板还一直处于失恋的状态 真是无语 Water Dragon还有玛丽商会 对应到现实中呢就是 Kakita Mikasa 还有大匠米辛 这几间店都是1950年战后创立的 至今也有小70年了 喜欢何须和外套的 真心建议在原产地买一件横须和外套回家 但价格不菲倒是真的 李沐浴老师也是啊 又又又亲自来圣地巡礼了 还给大家看了沙漠限定版的刺绣 我老粉应该哭晕在厕所 比如我 哎 梁穿的是不是也是Skot家吗 某天起床 家里的管家给了梁一封信 是一封反着写的中文书信 后来经过陶瓷店 来自中国的华侨老板夏孝玉的破解 得知这是一串暗号和电话号码 经过调查发现 电话号码来自一个仓库 梁坐上前往仓库的巴士 也经过一系列事件 认识了八号仓库的 陈大人和儿子陈贵章 都80年代了 哪有人穿成这个样子 另外80年代哪还有什么大人啊 我的妈哟 后来为了存前往香港追赶杀富仇人 蓝地的船票钱 梁每天都要坐巴士 来到仓库打工开插车 哇当年这个插车游戏 杀死了多少强迫症患者 我也为了追随梁曾经的打工脚步 来到这个公车站 我不得不说 林沐宇老师 连这你也要还原到这个地步吗 这根本就一模一样吧 游戏里的仓库 叫新横须鹤港仓库街 而我们要前往的是 长浦仓库群 这里说实话 可能只有老本才会真的来一趟 不然一个普通游客来仓库干嘛呢 但对于粉丝来说 这里是梁和贵章合作 打倒70个美国帮派成员的地点 也是梁出发前往香港的地点 自然有它特殊的意义 啊 by the way 这里好多人钓鱼 和游戏中的仓库前的景象一模一样 但这里明确写着不能钓鱼的 大家觉不觉得仓库的海边望出去 和这里很像 游戏中虽然设定望过去是港口 但现实中这里望过去 是美国海军基地哦 这个平日几乎不对 大众开放的海军基地 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对横须鹤的海军基地感兴趣 想远远的参观的话 可以来三立公园 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超大旗舰三立号 还可以近距离观望海军基地哦 尤其是夜晚来看 真的是最特别的夜景了 当然也可以预约搭乘 横须鹤军港参观船观望 用专门的工作人员为大家解说之余 还可以用更近的距离观望基地哦 对军舰感兴趣的可千万不要错过啦 其实沙漠一只是交代了一个主角 在出发冒险前的生活 一般的游戏都侧重描写 主角出发冒险后的各种遭遇 很少见到用这么大的篇幅 去还原主角出发前的生活背景 这可是一个50亿美金的铺垫 而一个1999年的游戏 制作人林沐浴费尽心思 以最大的程度还原现实生活中的横须鹤 每一个你游戏中见到的NPC 都有个人作息时间表 除了感动林沐浴老师 对于真实的极度执着所付出的行动 还能说什么呢 而我当时作为一个小孩 日本都没去过 却能通过这个游戏了解横须鹤这么深入 对于童年的我来说 真是人生中第一次虚拟旅游经验了 在很多老玩家心中 横须鹤早已是第二个家乡的存在 即使横须鹤不像其他旅游景点那么有名 我还是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 让大家认识横须鹤 喜欢上横须鹤 就像大家平日介绍自己的家乡一样的心情 而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沙漠的结局 林沐浴老师 拜托 吴祷 吴祷 我 有任何提到的 陈沙 在这里 ちょっとこれで 脱いで見てもらえないか 何? 俺の入れ墨に 相応しい 入れ墨は趣味じゃな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